王阳明在江西任职平定匪患成为他最重要的工作 但是这里的匪患地区多是地势险要一手难攻的深山密林 大军攻打犹如高射炮打文字有力使不出 那么王阳明将如何克服这些困难实现自己建功立业的夙愿呢 敬请关注系列节目传奇王阳明第八集 深山剿匪 正德十二年 即公元1517年 46岁的王阳明到达赣州 开始了对他的一生有着重要意义的剿匪工作 可是正当王阳明紧锣密鼓地布置好第一场硬仗 张南战役的时候 战场形势却发生了突变 土匪利用官兵的漏洞突破了广东防线 逃进了山高临密地势闲耀的象湖山 可塘洞建冠等地 利用当地的自然天险割据一方 战争因此陷入僵局 而更为可怕的是 参与战斗的福建和广东两省的领兵官员 在如何对待战场态势的方向上 发生了严重分歧 那么身为统帅的王阳明将如何居中指挥 在这场剿匪大战中 王阳明将采取怎样的谋略呢 浙江大学教授董平先生继续做客百家讲坛 为您精彩解读系列节目 传奇王阳明第八集 深山剿匪 福建和广东的领兵官员 在关于如何对待战场局势上面 双方发生了严重的意见分歧 我们曾经提到福建方面的军队 士气比较饱满 所以福建的领兵官员认为 尽管现在敌人逃进了象湖山 逃进了可塘洞 剑冠等等这些地方 占据了自然天险的有力位置 但是毕竟他们是在重创之鱼 他们是金弓之鸟 所以应该趁现在这个时候 继续作战 发动对于象湖山 剑冠等等这些地方的攻击 而广东方面认为 敌人逃进了大山 占据了有力的天险位置 官兵再怎么攻也是没有用的 因为有很多地方是所谓一副党官万副莫开 他只要在山顶上把石头木头等等这些滚下来 官兵就没法上了 如果要战 也一定要等到秋后 而且一定要调遣狼兵 王阳明听了双方的意见以后 当然他对于战产局势是有他自己的判断的 所以阳明在听了福建和广东领兵官员的意见以后 首先从战略思想的高度 对他们都提出了眼里的批评 从福建方面来说 阳明先生有一个说法 敌人既然已经逃进了这些大山 而且占据了有力的地形 你如果再去硬攻 再去硬打 再去强攻 实际上恰好是足以使敌人进行备战 因为你扬言要去攻打 他一定会加紧备战 实际上这是一种急躁的冒进思想 所以实际上是要不得的 军事行动在这样子的一种思想的指导之下 很有可能会成为军事冒险 阳明先生这种事情他是不干的 而从广东方面来说 一定要等到秋后再战 而且一定要调遣狼兵 他说这是一种未敌情绪 也是不行的 要批评 那么怎么办呢 阳明先生说 我们一定要主动的采取一些措施 来设置一些策略 使战产局势朝向有利于自己方面转变 那么怎么做 阳明给广东福建双方共同发布一道命令 强调必须按照他自己的想法做好这些方面的工作 哪几点 第一点 对外要公开扬言 现在敌人淘尽大伤 咱们官兵是无能为力了 所以不打了 等到秋后再战 更何况现在是春耕时节 士兵们要回家种地了 要把这个消息广为传播 休战 秋后再打 而且要求各军都要大规模的拷劳士兵 做出解散军队的假象 为什么说假象 因为阳明先生同时强调 所有解散的军队绝对不能走远 要保证一声令下必须能够立马集结 这是第一条 要做到 第二点 那就是暗中要加紧备战 派出间谍 派出探子去刺探敌人的情报 了解敌人的动向 一旦发现机会 敌人是松于戒备的 一旦有机可乘 那就立即发动军事攻击 所以第三点 一旦有机可乘 军队要迅速集结 而且阳明先生强调 在这个情况之下 那就必须是要舍弃生命 第四点 阳明特别强调 前锋军队只管破敌之阵 不能去杀贼 而后续的重兵才负责请斩这个任务 他对军队前后两军进行了严格的军事任务上的不同区分 第五点 他特别强调 仍然特别强调 要杀敌手为主 不能滥杀 不要说是见人就杀 不是说杀人越多越好 要杀敌手为主 最后一点 他再一次重生了军纪 强调一定要统一思想统一行动 做出这样子的一个部署以后 尤其是第一点 公开扬言 不打了 秋后再战 过了不多久就发生了转机 因为从表面上看 阳明把军队都解散了 士兵们回家中地了 这个情况 敌人很快就知道了 所以他当然很自然就产生了懈怠的情绪 所以过了没几天 也就是到了2月19日 王阳明趁着一次护送一个地方官员这么一个名义 用1500人突然对敌人 对象湖山发动了攻击 后面跟着的重兵是4200多人 发动了突然袭击 阳明自己带着一支军队 带着数十骑 带着数十人骑马赶到军前 临时布置任务把兵分三路对象湖山实施 突然包围 当时这个战争应该说是非常激烈的 史料记载是从城市一直战到武时 象湖山最终被突破 主要的敌人开始四散逃走 那么他们很多就逃到了可唐洞 逃到了剑冠 象湖山之战 这一场战争在整个战争战役当中来说 是非常关键的一次战争 正是这一次战争 它不仅消灭了敌人的有声力量 而且彻底扭转了战争局势 在这种情况之下 阳明再次连续发动对于可唐洞 剑冠的攻击 活捉了张师傅 活捉了温火烧 那么剑冠之战结束以后 实际上也就标志着整个战争战役基本结束 剩下的事情就是倾角于敌 王阳明把他的军队 同时给军队下了很严格的命令 倾角于敌 3月21日三省官兵集中统一在紫石开始行动 倾角全部于敌 那么这个倾角下来 应该说盘居在湛州南部地区 违患数十年的匪患 从此绝境 就全部被清理干净了 所以到了4月份 阳明班司回到了赣州 阳明在对四省边界地区的各大贼朝进行围剿的时候 他是有通盘考虑的 阳明为了孤立敌人 为了在对恒水和铜港实施战争的时候 不使恋头的敌人对铜港进行支援 曾经对恋头发布过一个告狱 因为这个告狱文字写得非常浅白 意思表达非常清楚 有力的你们来投诚会怎么样 不投诚会怎么样 讲得非常清楚 所以这份告狱很要紧 它实际上成为恋头之意的前奏 阳明先生这份告狱发布了以后 的的确确收到了效果 当时在恋头有一个小头目 名字叫做黄金朝 当即就带了三百人到阳明这里来投诚 我为什么要提这件事 因为这件事和后来的和我们接下去的事情是有联系的 黄金朝要带了三百人来投阳明 当时恋头的大头目也就是池仲荣 说你去也好 你去也好 你去探听探听情况 究竟怎么回事情 有什么情况来报告给我 黄金朝投到阳明这里来 阳明当然非常欢迎 所以以一个非常高的姿态 接纳了黄金朝他们这些人 给他们也套牢 同时也给他们做了很好的安顿 那么在打恒水的时候 黄金朝为了表明自己是有诚意的 所以愿意加入恒水之战 阳明也同意 没问题 来咱们一起打 对不对 所以阳明也拨给黄金朝五百人马 让他加入了恒水之战 到了十月十二日 恒水被攻破 黄金朝就把这个攻破恒水的情况 把消息传递给了池仲荣 在给池仲荣的信当中讲到 王阳明对我们这些人很好 对我们安置得很好 他是真心诚意 希望我们投诚的 所以黄金朝给池仲荣的信 反而是跟池仲荣讲 你应该来投诚 当然 池仲荣接到这封信 那是什么感觉 他这个心理是七三八下的 从他个人来说 他无论如何 他是不愿意来投诚的 因为在此之前 朝廷对战图实际上进行过多次的围剿 而且还动用了每次围剿 都动用什么土兵狼兵等等 但对池仲荣来说 这些都没有效果 因为他这个地方 他是在九连山区 他只要有土兵狼兵来打 他往九连山区没人 没人引了 所以他非常嚣张 说朝廷官兵对于我们来说是根本就不是无所谓的 狼兵也十分好对付 朝廷即便是要调动狼兵至少要半年 我要避开他们 十天半月就够了 有什么可怕的 现在黄金朝给池仲荣送信 希望他能投诚 这个给池仲荣造成了一定的心理压力 怎么办 他又不愿意投诚 但是又迫于王阳明这边的攻势 因为他横水都打破了 同港很快就要打破了 按照池仲荣的估计 同港再打破 那肯定是要来打我的 所以他心里是恐惧的 但是又不愿意放弃的 怎么办 他也老谋生算 找他弟弟 他的亲弟弟 名字叫做池仲安 他说行 那就叫我的弟弟先去投诚 他让池仲安带了两百人 这个两百人都是恋徒的老弱病残 说你去投奔王阳明去 你去投奔王阳明去 所以这个横水攻破以后 池仲安就带了两百人来投奔王阳明 而且摆出一副非常诚恳的样子 如何如何 同港如何如何 我也要加入同港之战 所以等到打同港的时候 池仲安提出加入同港之战 王阳明说好 没问题 凡是前来投诚的人 我们都是欢迎的 只要你放下武器 肯定都是我们的朋友 不是敌人 行 但是以阳明先生的智慧 慈仲安这些人安的什么心 他实际上一眼就明白 所以在具体的谋共同港的时候 杨明先生也不是说你慈仲安别打 他照应对他很宽容 也给他一支军队 说你也参加同港之战 但是他给他派到了什么地方 给他派到了远离同港的哪个外围的路口去把守 目的在哪里 目的就在于 他当然对慈仲安是有所防备的 目的就在于不能够使慈仲安很容易的和炼头老巢取得良性 此时王阳明的剿匪行动如火如荼 势如破珠 同时王阳明在明门告示里 动之以情 小之以理 对炼头的土匪产生了强烈的分化瓦解作用 为此 匪首持仲隆也不得不做一些表面文章 他一方面修输给王阳明 表示自己已经有弃暗投名之意 另一方面派出副将王金朝和弟弟持仲安 假意投诚 实则刺探军情 以便为自己扩充军备做积极的准备 而对于王阳明来说 持仲隆这样的做法并不出人意料 关键是如何能够使持仲隆放弃军事准备 那么王阳明会采取什么办法呢 那现在怎么使他放弃军事准备呢 阳明采取了一种非常手段 他直接派了一个官员到炼头去公开去 去见持仲隆 因为持仲隆已经假意投诚了 那么持仲隆表面上也曾经说过 他是愿意投诚的 所以这一次杨明先生派出的这位官员 是大瞻旗鼓 带了牛酒 带了犒劳之物 直接去见持仲隆 对他进行犒劳 表扬他 你有诚意 好的我们是非常欢迎的 实际上派出的官员是干什么的 毫无疑问是直接去查看炼头的形式的 因为这个地方杨明先生也没进去过 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他直接把这个人派进去 那么好了 人派进去他一定会见到持仲隆所修的各种各样的军事工事 他所准备的各种各样的枪火药等等诸如此类的武器装备都了解到了 这位官员就对持仲隆讲 他说你不是要投诚吗 你现在还弄这些东西干什么 你还在准备战斗 是不是 在抓紧备战 他在哪里有投诚的诚意 持仲隆听是汗柔雨下了 他是很怕的 然后他马上说不敢 他说你这个怎么解释 这个实在是绝不是为了对付官兵的 对付谁的 是对付龙川县的一位叫做卢柯的人的 冒出个卢柯 这位卢柯是什么人 原来也是做过贼的 但是他阳明发出的那个告语以后 他很快就把自己的军队都投降给阳明了 三千人马全部投奔阳明而去 阳明对卢柯是了解的 他是龙川县人 那么在这个事情当中他了解到卢柯和池仲隆有非常深刻的矛盾 两个人几乎是你死我活 一向来是不合的 阳明先生了解到这个情况以后 他立即想出了新的办法 认为对念头智取的条件是成熟的 就着落在卢柯头上 那么当时这位官员就对池仲隆想 你是防备卢柯的 那也好 卢柯是要防备 回来以后把这些事情报告给阳明 阳明想 要利用卢柯和池仲隆的矛盾 实现对于池仲隆的秩取 也就是对于念头的秩取 所有这些事情实际上是在同港战争进行的过程当中 以及在结束之后一段时间里头完成的 同港战域结束之后 王阳明带着军队班师到了南康县 驻扎在南康县 刚好驻扎在南康县的时候 卢柯从龙川县来向阳明告状 告什么状 非常详细的向阳明汇报了 池仲隆在念头如何备战 如何打造兵器 如何要跟官兵对抗等等这些情况 这些情况阳明知道不知道 我们刚刚提到已经知道了 但是阳明心里是非常高兴的 卢柯在这个时候来得太好了 他恰好是可以利用他了 所以阳明是对卢柯突然放下脸来死 一声斥责 对卢柯是破口大骂 对卢柯说 池仲隆已经有投诚的诚意 你现在还来挑拨离间 你安的什么心 把他抓了绑起来 结果不由分说 就把卢柯绑起来投进了阶级 阳明先生为什么要这么做 因为当时池仲隆的弟弟池仲安就在现场 所以当时池仲隆见到卢柯来告状 心里是七上八下 脸都变颜色了 后来马上又见到 阳明是对他大声斥责 破口大骂 又把他抓进了监狱 但是又转忧为喜 很开心 但是他不知道的是 这件事情发生 马上只不过是转了个身子 阳明马上就去跟卢柯讲 他是让你受委屈了 我要利用你来忧补持重荣 所以你就现在受点委屈吧 所以隆柯一开始当然也懵了 那么阳明马上给他解释了 他也明白 阳明现在还告诉他 你还是要等过几天 也就是又补持重荣以后 就把你放回去 放回去以后 你只要等到我这边发出指令 你就应该马上带好尊队 来对链头进行侧应 所以卢柯是知道的 阳明先生跟他解释清楚了 他也明白 12月20号 阳明回到赣州 回到赣州以后 他下令杀牛仔羊 大响士卒 同时把军队解散掉 做出霸兵的假象 因为战争结束了 炼头不用打了 对不对 那留着军队干啥 所以都解散掉 他同时也对持重安说 他说非常感谢你 你来跟我们官兵协同作战 年官也将近了 所以你也回去吧 你回去告诉你的哥哥 做好投诚的准备 你给你的哥哥也带得好 那当然是指持重荣 所以他把持重安这些人欠回了殿头 实际上事情是可想而知的 持重安这些人 因为他实际上完全没有觉察王阳明在整个过程当中究竟采取了什么行动 包括他在殿头附近的调兵 持重安并不知道 他所知道的只是什么 卢克被抓起来了 告状没有告准被抓起来了 现在到了赣州城里是罢兵了 没有要打殿头的迹象了 所以他回去以后毫无疑问就把这些事情报告给了他的哥哥持重荣 也在这个时候就过了不多久 王阳明派了他的谋士 名字叫做雷记 这个人我们后来还要提到他的 派了他的谋士雷记 直接到了殿头去跟持重荣讲 他说 杨明先生对你非常诚恳 你看一次又一次的派人来犒劳你 接受你的投降的诚意 你总应该有所表示吧 你最好就是怎么样 你应该自己亲自到干州去 像杨明先生对官府表现你的诚意 本来很多人都在说 说你一定是要不肯招安的 你一定是从谋反之心的 人们都说你去招他 他肯定是不会来的 他说你现在为了表达你的诚意 现在官府还没有招你 没有招呼你 然后你就自己主动去了 那不是正好表明这是没有谋反之心的 这不是更好吗 雷记这一番话一说 持重荣讲 有道理 他滴滴缺缺 他也没见过杨明先生 他也在想杨明先生究竟搞什么名堂 对不对 我自己要去把它了解清楚 他很自信 说了一句话 行 王干州究竟搞什么鬼名堂 也许我自己前去看破 雷记一番话 把持重荣给说动了 他当即带了四十多个人 那四十多个人都是他精挑细选的 都是他手下的精兵强将 带了四十多个人 他就在这一段时间到干州去了 那么很清楚 事情到这个地方 杨明先生所预设的要优补持重荣的计划 实际上已经完成了 持重荣离开链头到干州 他落 那要抓他还不容易吗 所以 持重荣一离开链头 杨明实际上就马上开始进行军事部署 对链头实施军事包围 分为十少 也就是说十字军队从不同的方向对链头实施了包围 链头实际上早就已经处在阳明军事力量的孔子之下了 这个我们先不说 持重荣到了干州以后 毕竟是心怀鬼胎之人 他并没有直接去见王亚明 而是直接到了干州的教场 到教场一看 教场是空空荡荡 一个人也没有 一个士兵的影子也没有 更没有人在练兵 他离开教场 然后走在街市上 街市上是家家沾灯劫柴 准备过年了 一片祥和 他还不放心 又走到干州监狱 买通了 狱卒 进去 但是果真看到卢柯被五花大宝在监狱里呆着 这一下他的心里那一块石头总算落地了 然后他大模大样去见王亚明 见到王亚明 杨明装出很不开心的样子 披头一举就问 持重荣 你是来投诚的 你不直接来见我 你却是去了教场 想干什么 对我不放心 持重荣一听 马上说不敢 哪里 我这次来仅仅是前来听命与您的 杨明马上又转怒为喜 非常和气 跟他说了很多安慰的话 当天晚上也设宴招待 把他们住处安排得非常好 四十多个人 包括持重荣在内 安排在干州城里的降府寺 降府寺早就打扫干净 准备得非常好 所以持重荣到了这里一看非常满意 铺盖等等准备得非常好 到了第二天 持重荣来拜见杨明提出要回炼头去 杨明说 你怎么昨天才来呢 今天就要走呢 年关将近了 现在已经是那月二十三了 从干州到链头要走个八九天的路 你即便现在回去 年前也赶不到了 赶回去也很匆忙 马上正月 然后你又走清房游等等 很累 你还不如在我这多住些日子 过了年再回去 干州城里今年有灯节 你干脆就过了灯节再回去 持重荣一听也没办法 那就只好住下来 讲到这个地方 我要补充一个情况 杨明当时优补持重荣 按他本来的意思 他的的确确是想把持重荣造安的 所以有史料记载 持重荣到了干州以后 王阳明曾经给他穿上官服 教他礼仪 还跟他一起走到干州的街上 一边走一边观察他的动静 所谓察言观色 尤其是眼神 我们说眼神 眼睛是心灵的窗子 孟子也说 孟子也说 存于忍者 莫良于某子 某子不能演其恶 所以咱们说眼睛是心灵的窗户 杨明对持重荣是察言观色 最后觉得 这个人心里的拐力之气 那样子一股力气是很难化解掉的 赵安对他实际上是不起作用的 最后杨明才下决心要除掉持重荣 过了大年 到了正月 持重荣又提出要离开 杨明说行 然后他说设宴招待 到了初三这一天 王阳明是大摆宴席 招待持重荣这一拨人 那么在此之前 杨明已经在大唐里头预先埋伏了军事 所以借着这一次宴会的机会 不仅把除重荣给杀了 其他他所带来的四十多人也全部被杀了 肃清四省边界地区的多年土匪 就杨明个人来说是他少年以来少年时代以来就为之坚持不懈的圣人志向的初步实现 同时也是他精略四方知智的初步实现 也是他多年以来从以前列果核为西亚等等 对于兵法的娴熟专演的一个完美结果 我还想说更是他自己所倡导的知行合一之说的实践 杨明先生是知行合一的提倡者 他更是知行合一的坚定的实践者 他原来所具有的那些从兵书上面学来的军事知识 在军事的实际进展过程当中 在战争的实践当中使那些知识获得了运动 在这个意义上面说 我们可以说知转换成了行 在战争的具体过程当中 他从战争中学习战争 提升了他原来的军事知识 那么这就是行转换为之 战争打完了以后 私省边界肃清了 杨明自己觉得自己的身体状况也实在是不如从前了 朝廷交给我的任务已经完成了 我可以向朝廷交代了 所以我要提出辞职了 郑德13年3月 他给朝廷写了一封信 提出要辞职 但是到了10月初 朝廷给他一个批复 说王阳明剿匪有功 而是地方安定 不许退休 所持不允 郑德14年的6月 王阳明又得到朝廷一个命令 说是让他到福建去 因为福建的军队内部发生了一次小规模的化遍 那么杨明就从赫州启程 走到封城这个地方 他是走水路的 走到封城 就是南昌外围的一个城市 他听到了一个十分令他震惊的消息 这一个消息将改变杨明的后半生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咱们下次再说 一场突如其来的大规模叛唤 是去往福建途中的王阳明被上千叛军追杀 然而毫无思想准备身边没有一兵一卒的他 居然不仅摆脱了凶残的追兵 还在逃亡途中 云用智慧 遏制了叛乱局势的进一步恶化 王阳明究竟是如何做到 仅凭一人之力 阻挡十万叛军的人 浙江大学博士生导师董平教授 为您继续讲述 传奇王阳明 第九集 知身评判